我有一陣子是比较常坐高铁 那高铁刚开始营运的时候 其实有一阵子也是蛮长 就是发生 对就是他就突然要停下来 那我有一次是 就赶着要去台中演讲 真的很赶 时间非常非常紧迫 你不会叫高铁开快点吗 我很想叫他开快点 可是他就中间有点故障就停下来 然后就所有的人都被潜下车 那我那时候就亲眼看到 我就觉得感慨很深 你知道所有的人啊 就是所有下来的旅客 每一个人大家都赶时间 因为那是白天 大家可能都要去工作 每个人的脸都非常非常的恐怖 然后就冲往那个站门口 那站门口不是都会有一个 那个小小的box 然后站务员在那边 那我就看到那个站务员 就是他真的也很想出来出力 可是后来就很多人要涌上去 他就躲到那里面去 就把门关起来 那我就亲眼看到一群旅客 很多穿着西装 在那边拍打那个 就在那边拍打那个 那个透明的那个 门 对然后我就想说 我本来 拍打要看他拍打干嘛 就是叫他出来啊 叫他出来 现在到底怎么样 为什么我们所有的人停在那边 我本来要冲上去拍打的 可是我就走得比较烂 就看到这一幕 你不要 大家都知道你是许浩宜 那个时候还不知道 所以说其实 对所以那个时候我就 我那时候真的有深深感觉到 就是每一个为我们服务的 即便是司机调度员或者是什么 他们身上承受了多少 就是来自旅客的压力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发生以后 其实我个人我很关心的是 其他交通员 就是其他司机 然后其他就是这些 在为我们辛苦服务的人 他们的心情 我觉得可能 有时候基层根本不了解 对根本不了解 不能把他最归在他身上 对然后有时候我觉得这个是 反而是整个社会在训练同理心的时候 我们可不可以去把每一次的交通 把安全提高到最上面 而不是把物点 变成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对对对